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衣可是网友都非常熟悉的 她球员时机就表现得不错 而刘洋则是上海队的主教练 也是许新在队内的恩时 教练组的扩充 主要还是要帮助球员在亚运会中打出好的表现 目标必然就是包拿全部的冠军 而这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好消息 随后就传出国听功勋教练秦志简的回归 此前有消息称 江苏队和北京队都希望能够邀请到秦志简执教 而随着张雷回归到北京阴队球队 成功将秦志简执出山 他接下来将会在北京队执教 要知道在国家队期间 秦志简就执教过马龙 这样的情况下 张雷和秦志简将会更加有针对性的给马龙制定计划 就小编了解消息 马龙后面会和这两名教练见面 并制定接下来的计划 有不少网友都认为 这将会报助 马龙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期内 有非常好的帮助 还有前几日的消息 央视记者张朝阳社交媒体透露 平堂球队会有重磅消息传出 让这些人业记者都这么的激动 想来了也会是好消息 最让球迷感动的是 张雷和秦志简两名教练员都表态 会继续为中国乒乓球队做出贡献 为捍卫国乒的荣誉贡献自己的力量 小编相信 若这些对中国乒乓球又结出贡献的教练员们 都有共同的目标 国乒未来并然会越来越好 有不少依着期待刘国梁回归的网友 可能也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发生吧 从刘国梁的动态中就可以看出 他的心思依旧在乒乓球上 根本多本乱常我们课院一下 保田 谷担 Western